1912年孙中山袁世凯北京会晤的背后 1912年下,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进京贡商博士,在北京,孙中山逗留了25天,8月24日至9月17日,前13天几乎每日与袁世凯面谈,最高纪录从下午4点聊至次日凌晨2点,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 但孙元会谈对民国发展并未起到推动作用,从某种意义上说,孙元会谈有点像两只刺猬抱团取暖,贴不紧,暖不至。 袁穆德和在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后,1912年4月9日,应连袁洪十腰来到辛亥革命首一支的,仅仅两天后,袁世凯的代表范元莲, 就持其亲笔信赶到武昌,邀请孙中山进京贡商国事,袁世凯虽如愿登上总统宝座, 却被孙中山带上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紧箍咒,暗恨不已, 他这么快就邀请孙中山北上,其意何在? 孙中山的总统大位被袁世凯抢走,对袁一存恨意,但他最后应邀静静,又是出于什么考虑? 孙元双雄会的旗号是贡商国事,同促民国,但两人都里其实都揣了条件。 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,一是试探孙中山,辛亥革命成功后,南北伙协达成了民国的统一, 但南北仍互不信任,彼此猜忌,袁世凯对长江引南的控制是有限的, 他通过实战摸清了武汉革命军实力,但对其他地方,尤其是宁户革命军实力没有底, 更不清楚南方革命党人,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。 据总统府军事处参议官唐在里回忆,原是凯邀孙中山进京的目的之一, 就是想摸清孙中山究竟有些什么打算。 二是笼络孙中山据唐在里回忆原是凯邀孙中山进京的另一目的是, 进行拉拢把中山置于自己掌握之中, 有两件事袁世凯办得令孙中山十分满意, 一位修筑铁路孙中山卸任后,从政治家改行为职业家计划十年内筹建铁路, 二十万里袁世凯明知孙中山修筑, 铁路的计划不可能实现却偏偏满足其要求, 就是为了笼络孙中山。 给孙中山这帮失业的革命党找点事, 坐免得他们闹事,9月11日袁世凯为任, 孙中山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, 把慈禧专用的小货车拨给孙中山一行使用而且群邮经费广告, 并知会各地官员盛情款待。 二位子女求学孙中山离京后, 孙中山的三个子女孙科、孙汉, 孙婉在每周念书缺钱供给, 他想为子女申请公费。 三是利用孙中山、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, 想向国内外显示自己, 得到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拥护与支持, 因此, 他既邀请孙皇等革命派领袖进京, 也邀请康良等保皇派首领归国。 孙中山若北上, 表明南方革命派成任何服从袁世凯的领袖地位, 袁世当国更顺理成章, 同时也能为袁世凯解决政党政治问题。 袁世凯的大总统当得很不称心如意, 参议院和内阁总跟他过不去, 一心要分总统的权。 唐少爷和陆志祥两个总理先后辞职不干, 袁世凯提名警察投资赵炳军为内阁总理, 参议院又饶舌不予通过, 他闻之国民党即将成立, 并预邀孙中山任党魁, 便欲借助孙中山的威望压制参议院那帮同盟会员。 孙想要什么? 一般认为, 孙中山进京见袁世凯, 完全是为民国前途着想, 但有个细节不为人注意, 孙中山早在1912年4月上旬就接到袁世凯请起北上的邀请, 之后又收到两次邀请, 但他迟至四个月后才启程北上。 这四个月里, 孙中山忙着赴武汉见离袁洪, 去上海与党人联络感情, 回广东老家衣锦还乡, 孙中山长期旅居国外, 上述动作有助于扩大他在南中国的影响, 试想, 孙中山若切叛南北统一与国家和平, 何以北上迟迟, 北京双雄会, 袁世凯必有所求, 而孙中山也准备好了自己的条件。 一要兴建铁路之职权, 现在革命成功了, 国家统一了, 若以政府名义筹缓, 想必不难, 现在, 孙中山有机会向袁世凯开口要求赞助, 同时争取参议院和政府的注入许可证。 二要十年之后的总统在京期间, 孙中山表示十年内不问正事让袁世凯放弃, 干嘛两届总统表面上是高姿态, 其实也有他自己的长远大三孙中山自成, 维持现状, 我不如愿, 干脆将时间付诸袁世凯出力。 他与袁世凯第二次见面后8月26日对议员汤一表示, 袁总统大财与集盼, 其位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, 其实与所办之铁路, 二十万里义成收入可绝, 每年有八万万数可与各国相见。 换言指袁世凯建设民国十年后, 孙中山再出任总统便有更好的根基值的主意的是, 孙中山承诺十年不问总统, 并非出于自愿, 而是袁世凯要求的唐在里, 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, 袁世凯要求孙中山向全国公开表示, 永远不愿做大总统, 专心为国家搞实业, 孙中山很可能没有答应, 永远不做总统而是讨价还价, 把在野期限缩短至十年对袁世凯来说, 这个条件可以接受一位袁世家族的男人一般活不过六零岁, 而按照孙中山的承诺袁世凯的总统可以当到1922年, 的63岁总统是孙中山自认, 规划将来远不辱如我, 并未放弃其政治抱负到经第十天。